回到直播時段 我看到很感動 我們有個觀眾 黎先生說在醫院也在看我們直播 不是吧? 姑娘有沒有阻止你? 會否看姑娘開心點? 會否是姑娘正在看? 即是姑娘正在看我們? 姑娘看我們看得開心點 是你的意思 你把東西弄光了 怪不得不中 也不起頭 就是 你扯上去才行 下下6時半會怎樣做 哪邊有力? 當然 不是剛才弄什麼 弄下去才行 你說哪邊有力? 你看過關飛的那條 哪邊有力? 哪邊先 哪邊有力? 就是一度 一度 一度過關飛 4Mille 另外還有Q飛過關 都是3號為主 13、37、32 QP都是3拖1、72 到1Mille 到1Mille過關 這條邊真的很厲害 就是拿著一度的邊 但是呢 祖飛那隻是1號 它是傑飛 傑飛 外面吹風道吹得很厲害 不是 原來它不是一些祖飛 原來它是假裝過關飛 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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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 我也差點被它騙了 看回時間 原來是偷野時段 22點29分 8萬元偷野 VIMPAY一號 八萬三 過關完之後就做一隻 好功夫啊這一條 當然啊 是不是你自己買的 袋底馬又是 不是啦 這隻真的很好 那我們什麼都不用說了 先做一五位置Q 先買了 先買了 准開咪 其實是開咪 我也是買一五Q 一五QP 兩條都要買 買十元 這個活動很重要 這次我們先買了票 首先一件事 大家聽眾 你要明白為什麼我們開咪 不用錢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贏錢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贏到錢呢 因為我們都看著網 你猜我們真的有特異功能嗎 是啊 如果你想看得到我們 看得到的資訊的話 你們就要買會籍了 不如告訴別人我們網站是什麼 讓別人看一看 我怕很多人沒看過 只要看我們節目 真的嗎 你是不是想展示這個 當然啦 你看得到 先去主頁 主頁就是下面 大家認住這個墨頭 這個Logo 這個墨頭 我們暫時的版面還是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會有RAM的 但記得要認住這個網站 為什麼 因為你有這個網站才是權贏錢 對 我舉手 都可以你照 舉一舉一舉 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訴兩位拍檔 這個收費詳情經常嚇到我的朋友 為什麼嚇到呢 因為我告訴他 他一見到他就不敢按 不是 收費詳情 這裏 上面有個菜日收音機 我們寫免費菜日收音機 因為他見到菜日收音機 我叫他按的時候 他一見到收費詳情 他就不敢按菜日收音機 因為他怕要收錢 按我 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整日報的過關票 早票就在這裏看 這一個畫面就很精彩 夠了 遲一下才說 因為還有8分鐘 好 我要快了 好 第八場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隻馬 就是這隻5號的行運年年 行運年年上季尾過了千二 跑谷草之後 年輕男就試過 跑第五 證明這隻馬是適合跑的 休息了兩個星期之後再做 由羅利亞去試 試了貨泥地千二米 閘很快 早段我見到炒飯哥扣著這隻馬 不讓他走得太厲害 入直路的時候 見到他鬆了讓他走 他自己擔著必就走 最後一給下去 馬上招呼 有反應 這隻馬又是彈出來的 這隻我買 WinQ三行彩都指定一定要拿他做彈 非常好 第二隻 介紹給大家的就是3號的一道 頭鼠一個月之後 田太一手做 試了貨一千米的田草雜 拍著高分馬 快雜扣著 搶著走 拉屎湧著走都不斷 沒有給的 但湧著走都不斷 我認為這隻馬上跪在二班 升上二班都沒有阻力 這場馬仍然是這麼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他Win的機會是很大的 第三隻介紹給大家的就是1號的傑飛 1號的傑飛 5月中跑完之後 因為腳有事 所以他休息完才做足 做足功夫 潘頓試了過1050米的閘 見到他走出來的時候 反應非常之快 就沒有了以前那種 脫脫漏出閘的感覺 留在中間 折馬自己湧著 撲著走 老潘試了 當然要扣著他 不要讓他走 拉屎 有刻自己勁追 腳沒事最緊要 拉屎見到他法力的時候 老潘給他拘捕 他都沒有腳有異常的動靜 我覺得這隻馬腳好實跑 嬌三紅彩一定要拖 這場我介紹的馬 就是這隻5號、3號和1號 我還有三隻馬介紹的 第一隻是12號行運美金 這隻馬是初跑谷草千二記 預計時間最佳 試過誇集 一夜彈得回來 加上這隻馬 在這組裡提速有前有後的馬 形勢大力 檔位也不差 拿著5號 楊明頓跑這些馬非常之好 我覺得這隻馬 三甲之才 多握這隻12號 另外我覺得整排馬最奇怪的 就是2號的亞馬寶寶 這隻馬剛跑完馬上出 過來跑場谷草千二 同早時間不見到的 唯獨試一樣東西 當位不差 重點是有得放這隻馬 形勢大理的 我經常覺得蛇仔想找何寨妖來放這匹馬 看看放得多少得多少 我都會有心來跑 所以這隻二號的阿馬寶寶都要留意 另外就是七號的真先生 背跑谷草千二米同程特街 試過貨集也不錯 同早時間刺街 用A仔上陣有綁架 是怕形勢不太好 但問題是一樣東西 用A仔減了綁架 其實已經很著數 我覺得這隻馬 都非常之大機會 所以我會加上一隻七號進去 瞭望剛才行頭那一隻幸運連連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的 重點是同早後勁 最厲害是這筆幸運連連 其實這個圈你看多長馬 在外面一衝衝過來 其實是很著數的 只要是騎士行運拿出去 幸運連連七檔就全勾了 轉彎的時候開始比下去 看看可否比了一隻馬 有多少得多少 現在二十倍便四十塊 重點是一早有人打了一隻 一隻鞋子下去了 我覺得這隻馬有權贏了 所以今場馬我和鳥王推介 鳥王介紹就是五號的幸運連連 三號的一道 一號的傑飛 而我剛才介紹的就是十二號的幸運美金 二號的亞馬寶寶和七號的真先生 第八場神粗喀拉拉的馬 就是有三號的一道和一號的傑飛 還有三分鐘開跑 臨場飛數 見到一號的傑飛 有一條都挺粗的 就是一十二鴛鴦Q PayQ還要買大一倍 另外也是持有一到三 還有三十二 其實現在三十二是主力的 現在是 五號的Vin慢慢慢慢滲下去 滲下去即是下飛 下飛 過完關之後回到25倍 現在已經下回到20倍 Q位5號也是下飛 這隻有辦法 其實這隻亞馬寶寶很貴 是九五八成的事 你看看說亞馬寶寶 你看看外地的賠率 外地是可以十倍的 兩分鐘 說一說今場我推介 今場 二號亞馬寶寶 十二號幸運美金 七號曾先生 一號傑飛 三號一度加上五號幸運年年 就是今場的三重賽推介 二號十二租 三號 safety 十二號 一號三號 一號三五 好非常之好 六隻馬 我見到在我們的檢查室 Keef問第八場2、4、5 2、5說了 4號鳥王有沒有意見 4號鄉村輝煌這隻馬 現在他已經到達6歲 他沒有之前的情況那麼嚴重 我見到他還是胖一點 還不可以 我也覺得這隻馬 神貨不見他擔到腳走 對 未能贏 未有方未殺 你說他這樣也能贏 他厲害 沒辦法 如果你對我們 第一次我們開樣直播 有甚麼意見 記得去我們Facebook 給我們一些留言 你可以去搜尋 這個 ma288.com討論區 找到我們的討論區 不妨放多些字 我們開開心一點 另外關於我們 Android和iOS的收音機 我們亦想加多一些功能 看看你們想我們加甚麼功能 或者我們再開個投票 看看有甚麼功能 你們想加進去 沒錯 還有直播畫面 有沒有甚麼資訊 你想放到 第一個 今天提到的 想問我和鳥王的現場推介 打下去 三龍賽我們已經打了 應該會用APP來收 還有0分鐘開 跑 埋門階段 看到的票數 都是集中在1372身上 沒有甚麼其他票 7、6、4貨也沒有甚麼特別 行運美金很重要 行運美金一分鐘時段 穿紅燈 是的 由79元到63元 馬會計算機到61元 穿綠格子 大熱門繼續是一度 24元便13元 次熱門是一號的傑飛 51元便18元 是新場的 Q位方面 看到一條 十二膽拖 1378 Q 有人慢了 這條十二膽拖 也挺粗 十二膽拖 再打多一層 23萬 2號的阿馬寶寶 看到7、6、4訪馬指數 突然上到90分 也剛剛看到 他下了15萬票下去 另外12號的行運美金 48萬票 Q位 穿紅燈的就是 12號的行運美金 落到只有55倍 55元而已 大熱門便一度回飛 回到上去 25、13元的場景 還未入閘 另外 Vin那方面 七賀真先生都有12萬 買了下去 今天最後一場 就是跑馬地開羅戰 香港航空贊助今年的百萬挑戰杯 看不到國泰空姐 但有其他空姐看 還有一些好東西看 至於我們的Facebook Group 那裏看 記得搜尋我們的 收音機 而又覺得我們好的話 還有有用途的話 那不妨就跟身邊的朋友 推介一下 好了 全部馬都差不多 準備好了 還有三、四隻 還未入閘 行運美金 下飛到只有53元 而且一度也有少許調整 下飛數剛才是25元 下到現在24元 次熱門也轉了 是轉了12號的行運美金 5號的幸運年年Q位 再下多一層飛 我們連勝位的trend也看得到 由頭下到尾 看看羅利亞 會不會在韓國之前 可以贏一場馬 抖一會聲威 好了 全部馬都準備好了 最後勾多一層 就是亞馬寶寶 好了 一出閘的時候 馬都相當齊 有幾隻馬都放上來 第一隻馬 透出的就是 行運美金12號 黃衫橙帽那一層 另外外面有一隻 就是勝利明星 開始咳起來 搶到埋蘭放 第一隻頭馬就是勝利明星 然後就是行運美金 外面就是亞馬寶寶 而後一個位外搭就是 陀飛鱗 守住內蘭粉紅色 眼罩就是一道 然後外面 進名真寶 內蘭還有一隻香尊輝 然後是軍必勝 從來都沒有說過這隻馬 第一段是二十三個六二的 步出中等的 前面放在頭還有一隻勝利明星 但是亞馬寶寶在外面飄下飄下飄下 另外是 晉明真寶在外面 開始踩上來 好 轉到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勝利明星 是剛才一個馬位的 亞馬寶寶騎下去 反應不是那麼強 但都可以過到一隻馬 但外面還有一隻一道 好像逢馬過馬 看外面還有沒有馬 可以衝上來 第一名就應該 相信你們一道贏馬 第二名就是二號的 亞馬寶寶 第三名 竟然是鄉村 是鄉村輝煌 頂得住 7號的真寶 生生來遲 追不及 這隻真的猜不到 但是那隻的幸運美金 最後被人打完一秒之後 原來這隻馬是跟不上 不知做甚麼 昂貢貢 有一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你也有看神操 你也有知道 阿石仔的馬 不知道是否跑得多 我看他不是怎樣操 是的 他連彈雜也不彈 是的 但是馬是輕了 是的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但他又可以 對 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要他上水找阿簡 問他為甚麼 所以我不會看他的 我真的當開為式 是的 我不看他操練手法 我只是看他 通常我只看他報名 都是 他怎樣報發 就像這場馬 你根本就是上一場兩個閘 然後這一組 上一場當閘 對 當閘 那場馬是亂跑的 這場馬 你馬多 你十二隻馬 其實真的跑到六七七八隻 對 你是拼一隻幸運美金沒有 他就馬上走 對 而且你找了騎士 找何摘騎走這些馬 就是有那幾磅 又肯走 是的 大家聽到 我都要有空 都要充實一下自己 問一下江頭 大家交換意見是好處的 所以大家 總之每個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看法 好 今天的節目就做到這裡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說 拜拜好嗎 好 再見 再見 有甚麼意見 Facebook給我們 沒錯 我先試試看